本分局於9日18時許 接獲民眾報案 稱其自小客車招欠 援警於21時許 在滑行路上發現該部失竊車輛 經援警確認後 立即開啟警示燈 拧警報信尾隨載後 並通報線上警網實施攔檢為補 警方與尾隨過程中均保持適當距離 為流嫌未避免追氣而加速逃逸 在行經滑行路與和平西路口時 因闖紅燈與許訊重機歧視發生差撞 導致車輛失控後 汽車逃逸 警方立即上前查看歧視傷況 並通報119實施救護 在於現場逮捕流玄 令於其身上 洗貨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等張證物 許訊歧視在送醫救治後 無生命危險 全案以毒品、竊盜、過失傷害 及公共危險罪移送桃園地劫署偵辦